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歌速路上的速度一般都是超过100公里每小时的 这时候发生爆胎根本就无法控制汽车 其实车辆爆胎的情况平时大家都是可以减少发生概率的 一般汽车的轮胎发生了老化或者是碰上什么尖锐的东西才会发生爆胎 平时只要定时对轮胎进行检查 看看是否有损伤就会减少轮胎爆胎的概率 不过要是在高速上发生了爆胎也是不用太过于紧张的 只要熟悉以下的几点说不定在关键时候就能救你一命呢 首先很多车主在遇上爆胎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紧张 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其实这个时候最应该要做的就是保持镇定 手忙脚乱最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一定要牢牢的控制住方向盘不要不乱打方向盘 不乱打方向盘在高速上很容易造成追尾 其次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着急踩刹车 因为这时候发生了爆胎汽车是不平衡的 要是猛的一下踩刹车汽车就会发生侧翻 这时候最要做的就是控制好方向盘 慢慢将车辆开到应急车道 再者如果是右前轮发生了爆胎 那么就将方向盘往左边打 让汽车趋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慢慢的向应急车道移动 方向盘也不要打得过多 不然容易发生甩尾侧翻 相反的如果是左前轮爆胎 就将方向盘往右边打 这时候也得注意方向盘只能稍微打一点 而如果是后轮爆胎的话 就牢牢控制住方向盘 并且让车辆保持直线行驶的状态 再慢慢将车辆移动到应急车道